中国古代,预言故事 老和尚收徒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住着一个很年老的和尚 这和尚已经年进花甲,加上有些积蓄,便思量着物色一个老老实实,品行端正的小和尚作为徒弟,继承这座庙 一天,一个小青年来到庙里,求见老和尚,表示愿意出家 老和尚没有表态,先叫他在太阳底下站两个时辰再说 这时,正值盛夏,适日炎炎似火烧 一会儿,小青年热汗吱吱吱冒,打熬不住,趁老和尚不在,偷偷溜下山去了 过了几天,又有一个后生来到庙里,诚恳地要求出家,请老和尚收他为徒 老和尚也没有马上答应,先叫他到小溪里洗两个时辰木炭再说 后生觉得洗木炭是捉弄人,当场丢下木炭扬长而去 老和尚见了,不由得连连摇头 又过了一段时间,山下又来了个年轻人 他一踏进庙门,就一头拜倒在老和尚面前 发誓出家终生,不再纠缠尘世 恳求老和尚开恩收下他 老和尚见他出家之心如此坚决 而且又这般有礼,心里有五分喜欢 于是,他便吩咐他先在太阳底下站两个时辰 之后再进庙里面谈 青年人二话不说,真的在烈日下站了两个时辰 身上晒脱一层皮 老和尚见了,心里又增加了三分欢喜 接着,老和尚又叫他去洗木炭 青年人毫无怨言拾起木炭,足足起了两个时辰 老和尚见这位年轻人如此循规蹈矩,彬彬有礼,诚实听话 自信收到了一个好徒弟,当下便收进门来 小和尚精妙后确实十分出众,勤劳能干,兢兢业业 一跃有余,所做的事,渐渐都令老和尚称心如意 老和尚人前人后好几次都说 收了这么个贤明老师的徒弟,和尚我真是前世修德的缘啊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这天老和尚要下山化缘 简单地交代了小和尚几句,就放心地走了 可是待老和尚三天后归庙,发现庙里早被洗劫一空 围见墙上留下四句诗 老老实时日下站,老老实时洗木炭 和尚师父出了门,老老实时担几蛋 世事难料,变化莫测,人心则更难预测 即使你擦亮眼睛,经过长期观察 也很难看清楚一个人的心 轻易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而又轻易地相信别人 往往就会被别人所骗 关于这一点,卧心肠胆那个经典故事 曾给我们做过最好的诠释